Hi, 我是陈老师 我常常会和大家讲 叫大家多点了解你自己 我们每天每一个人 都有这么多东西处理 这么多事情要忙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应酬 各种各样的陪伴 但其实我们真的很少 去陪伴自己 又或者跟自己聊天 无论我们要进行内在的修行 还是想有一个 更加好的人生 第一步我们都必须要 去了解一下自己 正确点来说我们应该 要超级了解自己 你的人生才会更加顺畅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会和大家分享多些 和荣革有关的心理学知识 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今集我们讲一下 内向和外向的人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 自己心灵的定位 在我们谈论自己的性格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讨论到 究竟你是内向还是外向 不过不知大家知不知 其实外向和内向 这个说法是由荣革提出来的 荣革之所以要将人的性格 分成内向和外向 并不是想表达 究竟外向的人好些 还是内向的人好些 而是想帮大家更加了解自己 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达至一个平衡 无论你是外向还是内向 其实都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 当我们走到极端的地方 其实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伤害 例如是所谓外向的人 他会很容易受到一些流行的文化 又或者是道德的支配 就好像一只变色龙 随时都调整自己 去配合外在环境的变法 优势的地方就是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 融入外在的环境 他的社会需求也会更加容易达到 可以哄得别人开心 例如是长辈、老板、上司等等 在社会的竞争里面 很容易可以获得一些优势的条件 但如果我们是外向过度的话 那我们就会迷失自己 变成一个有求必应的人 又或者会形成讨好型人格 你想拯救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了你是不行的 你要帮助每一个人 哪怕那个要求是无稽的 你都要去帮助别人 你的精神、体力 亦都会经常消耗在这些地方 你会没有了你自己 你开始不在乎自己的需求 只是在乎满足别人的需求 而内向的人 会比较忠于自己的内在 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 所以表面上 内向的人会比较酷酷的 不会过多去回应别人 亦都会倾向逃避一些多人的地方 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融入者 一般都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每一件事 如果我们内向的倾向越强 那我们就会容易变得固质 不信人 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很强烈的妒忌心 见到别人有但你没有的东西 你会袍涂别人 内在亦都会有很多的愤怒 对他人有很多的批判 内在防卫的机制亦都会比较敏感 对周围的事情都觉得是充满敌意 经常会去耐耗自己的心力 令到你长期都处于一种挣扎之中 其实内向和外向 就好像一些肌肉的记忆 我们是可以通过练习来改变自己的 有一个秘密我一直都没有跟我身边的人说 今天我就公开爆给大家听 在我中学之后的朋友 同学都会以为我是一个天生用左手的人 甚至乎我读腰的时候 又或者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的同事同学都会以为我是天生用左手 因为无论我写字 用滑鼠 打bandball 打羽毛球 拿筷子 总之你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都是用左手做的 而我们有一个惯性的思维 就会觉得用左手的人是艺术家 特别聪明的 所以我以前一直都很希望 将这个光环套在自己的头顶上 所以我就苦练了一段时间用左手 迫自己用左手去做很多东西 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用左手 我今年34岁 我的人生里面已经有20年用左手 也意味着有一大部分的人被我握了20年 只有我小学的时候的同学才知道我是用右手 但我相信他们已经忘记了我当时用哪只手 哪个有空留意你用哪只手 是我自己才介意这件事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以前用右手的时候的那个我 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自从我开始用左手去做我生活上主要的工作 拆牙也好 写字也好 我就开始发现我多了一个人格出来 当然不是解离症那种多了一个人格出来 而是我慢慢外向了的人 然后随着这20年我不断用左手 我内向和外向的那个我 慢慢去到一个平行位 内向和外向我都可以 都同时融纳在我的身上 这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经历 我记得我读U的时候 有时要和同学打拼拼拼 其实我小时候已经会打拼拼拼 但我是用右手去打的 为了要一直贯涉我用左手的圆方 要把大话继续讲下去 那我就要苦练拿左手来打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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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对左手的人不友善 例如用剪刀 你看普通的家里的剪刀 其实是对右手的人用的 因为你试下用左手的剪刀 如果你不懂得用力的话 你会剪刀剪刀剪刀 会把剪刀在剪刀的两块刀片中间 你会把刀剪刀在那里 你要用一个反方向的力 才可以夹刀刀剪刀 我试试有没有用左手的人用的剪刀 原来真的有 后来我发现左手的人用的滑鼠 左手的人用的剪刀 左手的人用的剪刀等等 但其实你慢慢用惯了之后 你用跟右手的人用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都没问题 不过在这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都被人夹了一个左手的光环 就觉得这个人聪明 很聪明 难怪你这么有艺术天分 其实都是真多得我 左手帮了我很多东西 我告诉大家 其实想证明给大家 无论你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如果你可以发挥好你的天赋 无论你用哪只手 你都这么值得欣赏 不需要老作画自己用左手 去证明自己聪明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再用这东西 证明我自己聪明 所以我就想 不如将这个秘密告诉大家 现在我很把炮 左右手可以一起用滑鼠 用滑鼠其实是分类的 例如说你用Photoshop的时候 你要去画画的时候 你用左手 有没有右手画得那么好 我是两只手都画到的 我两只手都可以做到一些 很细致的动作 两只手两只筷子 左右开工一起吃饭 两只手左右乒乓球一起打 左右羽毛球一起打 我现在想起我自己 真是一个很喜欢做些无谓的人 其实你说我苦练用左手 对我来说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它又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就是不知为什么 去到那段时间 我就很想去 练到自己的左手 和右手一样这么聪明 就是这么简单 原来用了左手之后 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发现了我另外一个性格 所以自从我用左手之后 我的性格的变化是大的 我个人的想象力 创造力也都丰富了很多 我可以说是填满了我另外一半的空缺 我补充了我另外一部分的性格 我慢慢就开始有很多元的一些性格 在我的身体里面 这个就真是我自己很有趣的一个体验 外向和内向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锻炼 慢慢去形成一个比较更加完整的人格 我们经常去练习的那样东西 我们就会慢慢发挥到它的优势功能 而我们经常都不去练习的那部分 就慢慢会变成我们的劣势功能 而如果你两边都经常去练习 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格 我们天生内向或者外向的这种倾向 一般都是和我们自己的天父有关系 就像我之前有一集说的多元智能 如果你的表达能力或者语言能力 人际交往的能力比较强的话 那你就属于人际关系智能 这一方面是你的天父 而可悲的地方就是学校 它只是去查你其中的一样智能 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学 逻辑和答题目和理解题目的智能 因为通过这些方式去选人才 其实成本是最低的 你理解能力好 逻辑和数学的能力好 很多方面你都会有优势 所以学校通常会用这些方式 去选择他们认为的优等生 但当然弊病就是忽略了很多 不同的人的多元智能 其实像我这样 我不是说读书特别聪明的人 当然我也不是说读得差 不过在我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就会受到挫折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不教别人聪明 那我就会开始自我批判自己 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教别人聪明 其实到我大过了才慢慢发现 哇 其实我在小时候 我想的高度和我懂的东西 已经比我的贫背多很多 但我一直都不懂得欣赏自己 我就跟随着大众或者社会主流的价值 去觉得自己读书不是第一 我不教别人聪明 我就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教别人好 我用了可能十几二十年 我才真正认识到我自己是很值得欣赏的 我才不再将人家或者社会主流的价值 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当成是我自己真正的价值 我相信每一个你们在身上 也有很多大众对你的期望 社会对你的期望 也会伴随着很多很多的标签 要撕掉它真的不容易 如果一个人的人性关系智能比较好的话 在小时候的表现是什么呢 例如我女儿 跟她有时去公园 生不息七 她就会去拖着其他叔叔阿姨 婆婆伯伯 然后又说叔叔好 婆婆好 即是你是不懂的 但她整个人表现出来很friendly 要跟个个都要做朋友 在升降机上也是 会想去聊人家聊天 你也知道 如果小朋友嘴巴多话说 大人其实是很开心的 很喜欢的 一般都会拍一下她的头 会贬他 说他这么乖 这么有礼貌 好可爱 其实当小朋友被称赞之后 他一定会很开心 以后他见到大人 见到其他人 他也会继续继续跟别人打招呼 因为他想继续获得这种的认知 如果这种性格的继续发展下去 其实大过了之后 他获得的资源 或者他的人际的关系 就会比普通人更加多 有时好像一些新的工作机会 新的生意 都是靠你把口 无端竟谈的时候 撩出来 你经常都不出声 经常都不问 其实别人有时想跟你分享一些东西 他都未必会告诉你 并不是说对方不想告诉你 而是他觉得你没有兴趣 所以不跟你说 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 错失了很多机会 如果这些小朋友继续继续去做 其实他可以在跟别人交谈的过程里面 了解到更加多新的知识 亦都可以获得更加多新的机会 新的资源 这一点就是 我们所谓的外向的优势 我们可以在外界里得到很多的肯定 和很多的推动力 但是我们的误区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别人的身上 去讨好别人 变成一个讨好型的人格 把我们的心力都放在外在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甜头了 你和别人聊聊天 和别人试一下好 马上就会得到认知 和得到肯定 那我们肯定继续继续做 于是我们就会用更加少的时间 去感受和疏离我们内在的感受 你亦都没办法 可以好好地疏离到内在的情绪 因为你时时刻刻 都要扮演一个很外向的角色 很有礼貌的角色 你会开始要委屈自己 去令自己做到这件事 所以外向的人 你更加需要的就是 你要学习的就是令自己内向 千万不要将自己疏离内在的情绪 和自己内在的聊天 变成一种劣势的功能 又或者有些小朋友 天生就不太喜欢跟大人 或者陌生人亲近 见到一些不懂的人 可能会躲在爸爸妈妈的身后面 或者表现出比较害羞 然后通常爸爸妈妈就会 叫人啦 为什么这么没礼貌 正正因为我们父母 常常不断推他 一定要他去叫人 做得不好 甚至乎还会被爸爸妈妈骂 这些小朋友 他反而会更加争户 和其他人相处 因为他觉得和人相处 是一种很不自在 很不舒服的感觉 慢慢就会变成一种情结 不愿意主动去建立关系 或者是和其他陌生的人交往 但是他的优势也在这里 因为内向的小朋友 他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外在 他会有更加多的内心的小剧场 即是会和自己的内在有很多的对话 就像我现在这样 经常都会和自己聊聊天 他慢慢也会学会分析一些大人的心态 或者其他不同的人的心态 也会分析一下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这些感受的源头在哪里 自己的内省的这种能力 就会发展起来 内省的这种功能实在太强大了 你可以不需要别人的认同 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认同感 你就会发展到 好像我一样 不知哪里来的自信 你的自信不是源自于别人给你的 不是说叔叔赞你乖 你才觉得自己很聪明 而是你发自内心地 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你明白吗 这种自我认同感 它的力量要比外在的认同感更加稳固 更加强 你这个人的意志力和他的毅力 也会更加强 这个就是内向的人先天的优势 只要我们不要发展得太过 令到我们和外在的世界断开联系 不要过于去防备其他人 单纯是拥有一种自信的功能 我们就很强大了 内向的人更加喜欢去探索自己 喜欢什么 所做的一些决定 都是内在的一些决定 也会形成自己很独特的价值观 但当然往往自己内在欧勒出来的价值观 就会和他见到的外部世界不一样 这种落差感很容易令自己很受挫 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就要应用我们外向的先天优势 我们知道自己期望和欧勒出来的世界 但我们也要好像变色龙一样适应外面的世界 循序渐进地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外在的世界 所以外向和内向是需要拖着手一起 才可以令自己的人生完整 你压抑任何一边或者没了任何一边 都会影响你自己的一些发挥 你想想如果你拥有一个外向的先天优势 再拥有一个内向的先天优势 将两者都融合在你的身体里面 恭喜你 你已经无敌了 自从用了左手之后 我就不断地发展我外向的优势 然后其实我慢慢忽略了我内在的那种可以自省的优势 然后最终有一天就撞板了 撞板后我终于又找回我内在的优势 然后这两个优势就慢慢融合在一起 我也终于变回一个完整的自己 这种找回自己另一半的感受 就像你找回一个失散了很多年的兄弟 真的十分之正 我没办法形容那种正有多正 总之就很正 所以你不需要问我究竟我是外向还是内向 我都得 需要我外向的时候我就会外向 需要内向的时候我就会外向 说了这么久不知道你明白吗 但今集好像挺有趣的 起码对我来说 那就是这样吧 明天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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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